云林县政府跟胡伟镇公所福岛镇内 包括了北溪还有鼎溪等等五个社区 向卫生福利部成功申请到了 福利化社区旗舰型计划 由于这在云林县是头一遭 这天一早县长张立善就亲自来到了 镇公所贴红榜表示庆贺 他也希望日后这个计划在推动的时候 能够为云林创造幸福的社区福利服务 开心的摇着屁股每一个人脸上的表情 都是非常的雀跃 因为胡伟镇 北溪 鼎溪等五个社区 透过县府合政公所的辅导之下 成功向卫福部申请到福利化社区旗舰型计划 我们本年将来没有提到旗舰社区 非常荣幸 今年由我们福北国的社区联合起来 由北溪到领航 有得到大旗舰的辅导 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社区联合起来 卫福到国政党的事业 那么我的旗舰社区里面就是有那个我们的 顶溪 安溪 有这边的墾地以及新宗 我们这五个社区我们要联合起来就是要 让我们胡伟更加的福利化以及解决一些社区事务的事情 然后让社区更加的结合 卫福部所推动的计划又称为大旗舰计划 和县府所推动的小旗舰相比之下 除了是能够结合更多社区来共同参与 甚至长照儿童照顾等面向也能做得更加多元 所以对每个社区来说是非常完善的服务 小旗舰是由我们本馆 馆府这边来补助 大旗舰就是跟我们中央这边来联合我们社区推动 这个福利社区法 这个计划 来照顾我们社区里面的这个中价或是小价 甚至说对到这个与同少年的这个保护 和变得交易这些专门的推动 希望我们跟这些社区福利 可以落实到我们的地方 落实到我们的社区 因为这是云林县投一回成功申请 所以16日一早 县长张丽善就来到正公所 除了感谢每个社区的付出 更张天红榜表示祝贺 非常难得我们能够得到16年来的大旗舰计划 这是云林县政府努力到现在 16年来第一次得到大旗舰计划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我想这五个社区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大旗舰计划 那这份殊荣 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份殊荣 那我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也一直恭喜大家 祝福我们的社区都在各位的带领之下 能够非常平安 非常幸福 期待在大旗舰计划推动的时候 能够看到每一个社区为居民的完善服务 并且将虎伟镇打造成一个幸福城市 记者和李文德采访报道